接下来带您走一趟宜兰头城来看到这栋彩绘房屋 房子中每一面墙都留有神秘色彩的铜去图案 只是彩绘这栋房屋的李伯伯已经过世 不少民众都认为这栋房屋希望可以被保留下来 墙上满满的彩绘宝和色彩和繁复线条勾勒出铜去画作 不只屋内边有洞天看似平凡的房屋外观 也有着自制的泥塑玩偶点缀 整栋房子就像是大型艺术装置充满异国风情 反正不可能不一样就对了 那这个是十年轻松了 这样看是不会 你会觉得那真有艺术吗 真特别 无聊可能不一样 连邻居都觉得有特色 原来这些创作来自于宜兰头城的李伯伯 因为妻子过世后一个人生活有些无聊 于是拿起画笔用颜料填满单调的白墙 也充实了一成不变的生活 路过民众称赞像是有东方毕卡索之称的鸿通在世 虽然李伯伯已经过世了 但彩绘房屋仍然很吸睛 还有热心民众将画面PO上网 认为这样的艺术创作应该要被保存 他一生喜欢那么画画 就是如果消失蛮可惜的啦 真的很可惜啊 二十几年的作品留给大家满满的想象 附近民众也希望这些充满神秘风格的画作能流传下去 这里科研一栏报道